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观众早晨 欢迎收看开市感浪的环节 我在我身边有要财政券事务总监郭司智郭sir 郭sir早晨 先和大家看看行指方面 暂时跌279点 报22929点 先和大家跟进上星期美股收市的情况 華爾加股市上個星期下跌 民主共和兩黨在國會就政府預算案 及提高舉債上限的商討仍未有成果 杜瓊斯工業平均指數收視報15258點 跌70點 納斯達克指數報3781點 跌5點 標準500普爾指數報1691點 跌6點 至於上個星期道指和標普指數 都跌超過1% 納斯達克指數未升0.2% 歐洲股市方面 個別發展 倫敦富士100指數收報6512點 跌52點 法蘭克福德克指數收報8661點 跌2點 巴黎克指數收報4186點 升不夠1點 商品市場方面 國際油價下跌 美伊總統自1979年以兩國交會以來首次通電話 舒緩兩國緊張的關係 帶動油價向下 紐約11月其油收市是報每桶102.87美元 跌16美先 倫敦布蘭特其油收市是報每桶108.63美元 跌58美先 聽到金市方面 市場憂慮 美國國會預算案的討論陷入僵局 美元匯價下跌 都支持金價上升 紐約12月期間 收市是報每盎司1338.8美元 升1.1 至於現貨金 就在1336美元附近 郭Sir 我想先跟你談談美國國會暫時現在的狀況 暫時目前的情況方面 就是以共和黨佔多數眾議員 再次提出一個修訂案 願意被政府運作到12月 不過就有個附帶條件 就是要推遲奧巴馬推行的醫療改革 去到一年取消醫療設備稅 其實見到美國方面都受這方面困擾了很久 你看這次的爭拗 會不會和以往一樣 都可能是有驚無險 其實有機會 去到最後一分鐘 最終都是有驚無險 首先一樣東西就是 如果整個聯邦政府 沒有足夠的資金去營運的話 其實真的很難以想像 但是共和黨現在有個條款 就是要求奧巴馬撤消醫療方面的政策 但是我覺得奧巴馬未必會放手 因為這是他日後的政績 所以他一定是堅持不放 他現在把全部的責任 都推到共和黨 問題是 共和黨如果真的不通過的話 到時出現什麼情況 責任就在你那邊 所以共和黨現在面對的壓力 是相當大的 而去到最後那一分鐘 我認為始終都可以解決 或者是中間來說 可能大家都會有些條款去商討 或者去拉句 談判或說籌碼 還有一件事就是 整個美股近期的走勢 的確有少少反覆 其實這是很正常的 我不覺得這件事事件 會令到整個經濟的勢頭 或者股市 甚至乎整個投資環境有所改變 嚴格來說是屬於茶杯的風波 當然知道 一個這樣的法案 未正式通過之前 不能夠當作一個好消息 但是市場人士 其實來說 也沒有太大的恐慌 變成大家都知道 暫時問題在 不過雖然說未解決 但不會導致一個大方向 有重大的變化 所以投資者入市的態度 是比較審慎 或者高桌上會有一些追擊 或者對沖活動 而令到市場出現比較大的波動 而這個波動 一般所知 就是會技術上有回調的形態 但是看回整個走勢 美股直到現在這一分鐘 根本上仍然處於相對比較強勢 老實說 太遠的我不要說了 我就說去年11月16日 12,471點 大家看看 技術上第一站去到15,542 調整到14,551 再抽升到15,658 再落到這個低位 14,760點 咬腰再上到15,710點 技術上來說 高台上好像有少少三頂的形態 但是頂是換步向上推的 始終升幅度比較多 你要大幅度再進步上升 是有些困難的 很可能 道指往後 都仍然會試一試 14,760 甚至14,571 或者進一步 試一試 14,440 這些支持位 都不出奇 股市的走勢 始終來講 相對低位上 現在來說是一個高台 如果你再拉後一點 去到去年10月4日 14,804點上來 累積的升幅 我想接近50% 在這個中期的升浪 升到這麼多之後 技術上高台有少少整固 消化 根本上很正常 從一個中期的走勢 現在這一分鐘 這條是上升通道 下面這條是上升軌 都走得很好 你再拉扯一點 從10,404點 如果拉上來 你會發覺到一個中長期的上升軌 一樣走得很好 不過老實說 已經累積這麼多升幅 你要再出現一個這麼大型的上升 或者出現一個這麼大型的上升 是有一定的困難的了 一定是要 技術上的配合 以及一些基本因素 是真的支持到 勢頭進一步向上推市 如果不是的話 我相信 有段時間會出現一個高台整固的格局 因為它已經升在前 然後等你經濟 等你各樣東西的數據 顯示得到 各樣都正在復甦 市況師有條件 明年更加好 或者後年更加好 才會進一步上升 如果任何數據顯示得到 經濟增長的勢頭是有 不過 未如早前估計那麼高 美股已經會進入整固上落 我不覺得會大跌 但是暫時來說 沒有條件大幅上升 當然這次財政懸崖事件 從早前那次 也最終不會帶來太大的下跌 或者一個災難性的回調性 我想這個是不會出現 反而經濟的步伐 一切能不能夠如市場早前預期 真是處於一個穩步增長之中 這才是最關鍵的 資金流動性仍然還是很強 面對財政懸崖之外 市場也要面對另一個問題 就是美國聯儲局會不會退市 其實就這個退市問題 很多人都發表了意見 我自己本人也有自己的看法 我覺得退市應該分兩部分來講 第一部分就是講到注資 現在美國政府每個月 包括買國債和按揭證券 加加賣賣向市場上注入 是850億美元的資金 如果真是在未來一段時期 減少200億、250億 會發生甚麼事呢 首先我們看看市場 現在已經有的流動性的資金 是不是真的多 如果市場流動性資金不多的話 你減少200億真是很大件事 但是目前流動性真的強得很厲害 而且我想美國歷史以來 從來未試過市場有這麼多錢 再說 杜瓊斯指數在金融海嘯之後 最低是6469點 升到15710點 這個升幅在這幾年之間 有達142.85% 即是接近三倍 中間有財富效應的產生是天文數字 何止萬億美元 相對聯儲局減少200億或250億買債 其實帶來的影響不是真的那麼大 甚至沒有甚麼影響 因為就算你減少200億 你仍然在買650億 你減少250億 你仍然在買600億 即是錢仍然擺在這裏 況且QE3是不設上限的 不設限期的 如果今個月減少200億或250億買債 發覺情況不對版 下個月買回來 還買特殊還可以 所以我不覺得 美股的下跌 會因為受到財政懸崖 或者什麼是退市相關的可能性 而導致災難性的下跌 我覺得機會好未 但升幅這麼多 況且這兩個事件 你不能夠當好消息去炒 就算你說最終不退市 最終不退市 維持買債的部分 或者財政懸崖一定搞定 最終是沒事的話 難道美股會大升嗎 我看也未必 因為累積的升幅已經相當多了 即是說 暫時任何的升升跌跌 都是高台的波幅市 有升幅 有波幅而沒有升幅 有反彈而沒有大升 正正是現在這個格局 可能直至到新一輪的經濟數據 顯示到週期性的復甦不僅延續 而且看法還會進一步進取 所以美股才會進一步 進入一個新的升浪 但所謂新的升浪 我相信不會像去年11月到現在 這樣升50%或者30% 未必會這麼厲害 大家這點要留意 郭Sir 也想問你港股方面的情況 暫時看到港股行指 在跌超過250點 跌穿了23000點水平 亦都跌超過1% 亦都是受到外圍的因素影響 以及港股今個星期 就只有4日市 會不會都有調整的局面出現 調整很正常 其實上個星期四 大家都發覺到 恆生指數已經初步跌穿10天平均移動線 在那一刻來講 已經亮起了正常調整的警號 雖然星期五的技術反彈 回到10天線樓上 但沒有意思 任何技術上 抽升都要成交金額配合 如果抽升一個幅度 200點也好 多少點也好 而成交金額仍然只有500多億 老老實實 這些是雷聲大雨點少 不足信 況且今個月由2日低位21,948點 升到19日高位23,554 累積的升幅已經有1,606點 是,幅度不算很多 但這1,606點當中 出現了四個上升裂口 最後那個已經被回補了 第二個經過今天的下跌 亦都完全被回補了 但還有兩個元空在等補 會否補得完 即管拭目以待 10月初旦市反彈的機會相當高 因為技術上來說 由6月25日的低位 這一點是19,426 升到上去 9月19日的高位23,554點 整個市況已經升了4,128點 這個升幅正面來說 是一個升浪的開始 絕對不是一個反彈市 所以從一個終極角度來說 市就算有調整也不需要太擔心 問題是調整100點還是調整1000點 調整1,200點 對於很多人來說 是沒有什麼感覺的 但多於500,600,700,800 甚至上千點 這樣就會令到股價出現比較明顯的回調 拿著貨多,當然是做好風險管理 不要早不沽,前不沽 剛剛摸著調整低位 最低那一刻捱不住才沽 這樣就不值得了 9月份其實來說 還有兩個上升列口 第一個就是9月2日的21,753 到21,948點 第二個就是9月5日 那個只有49點列口 其實就不是很大 不過老實說 列口不是多還是少的問題 而是當大市一直向上走 在高處不斷向上推升 有一件事很重要的 是什麼呢 就是動力 即是成交金額 有足夠的成交金額 足夠的動力去支持 股市的上升 來得很實在 反過來來說 你指數不斷創新高 成交金額持續只有500多億 這個升勢一定受虧限 而直到現在為止 所以9月份的升市 除了個別一兩的交易天 是有700億之外 大部分都是只有500多億 單單說這個成交金額 你的市要挑戰今年9月 不 挑戰今年2月4日的高位 23,944 這些機會我覺得比較微一點 當然知道 13年到現在為止 行指是由2月4日的23,944 跌到6月25日的19,426 市在今年度 暫時跌了4518點 這是今年的波幅 問題就是 現在才是9月最後的交易天 10月、11月、12月 還有12個星期 在未來一段時期 指數真的很有機會 是上破23,944 你可以想像一下 一旦升破23,944 再上一步向上望目標 一定是2010年11月8日的高位 24,988點 這也是牛市二期的浪頂 所以在9月份沒有太大憧憬 但是10月份 市在初上的時間 調整是正常的 而且這個調整 對後一個階段的發展 相信更加有利 或者反過來說 市如果不調整 由19426 百段再向上升 無論你升多五百 升多一千點 你也是要調整 始終來說你也要消化 因為市場走到這麼長 中期的升浪一完成 會進入正常的中期調整 一旦中期調整 一來的時間 10天線的防守性不重要 20天都不重要 最重要的是50天線 剛才我提到 市升了4128點 如果這一陣市最終要回調 升幅的三分之一的話 技術上的防守據點 不單止會跌穿20天線 甚至會退下到22,178點 去到那一刻 連連50天線都受到考驗 不過我要事先升微 指數未來一段時間 如果真的出現這樣的調整 不是代表中期的跌勢又再出現 這個要搞清楚 因為在二期牛市的升升跌跌 由於10、20、50、18、250天線的高低 都只有1,000多點 嚴格來說 市只要升1,000多點就升破 跌1,000多點就會跌破 所以任何升破跌破 根本上意義不重大 當然不知 如果升破的話 就要看成交金額 如果升破之後 成交金額是撞的 700億、750億、800億 不要小看市場 市場的升勢會很厲害 相反來說 升勢如果成交金額是少的話 老老實實 就無謂全身投入了 如果早前有買過貨的 就頂低指責 如果早前沒有買過貨 當然是官網 沒有理由現在真的接 因為後一個階段 可能還會跌深一點 希望要買的話 也買便宜一點 反過來來說 如果你說 我以為有些不利的因素 很可能會令到調整的部分 會稍為加大一點 好像6月份的市場 為何會跌到19,426點 包括美國的退市 包括中東局勢的緊張 包括內地的前方 等等等等 夾集在一起 才會令到一些 造淡的追擊的資金 大手去追擊 當技術上的指數 跌穿某一個重要的支持 例如2萬點來說 就會有恐慌性的炮售 恐慌性的炮售 一來的時候 就不理性了 他不會跟你說 跌了這麼多應該休息 他不會跟你說 那間公司 市盈率很低 息率很好 那些已經不重要 最重要的是什麼 脫身先 不要再輸下去 當一些不理性的 情緒主導的市場 在那一刻 就算遍地便宜貨也好 投資者都未必夠膽入市 因為你沒有信心 明天後日的市場 會發生什麼事 不過唯一要說 這一次如果市場下調 好像出現6月份的情況 的機會 我覺得是相當相當之微的 謝謝郭Sir 詳細的分析 亦和大家跟進 恆指暫時跌超過284點 報22925點 大市成交超過77億 國企指數方面 報10335點 跌159點 期指積月跌353點 低水是25點 郭Sir 謝謝你的分析 剛才說過的相關資產 有沒有持有 沒有 謝謝郭Sir 我們先休息一會 待會回來 會繼續有我們的直播環節 待會再見